今天的代表受獎的同學有 一年中班陳關中 二年中班嘉敏柔 三年中班宋立新 四年中班沈家壽 五年中班黃芳琦 六年中班馬雲全 我們恭請三次評會長 頒發獎學金 我們靠中間點頭 蔡桃麗珍 敬禮 禮畢 好 金正 禮畢 禮畢 好 我們恭喜會長 還有在這的師長 一起在我們台前 會留念 謝謝我們在這的師長 好 拍鏡頭 笑一個 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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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次恭喜獲獎的同學 好 我們再次恭喜獲獎的同學 好的 請回座 接下來我們請 方琦 好 我們請曹星獲獎的方琦 來 跟我們分享了得獎的感言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是曹星索小 五年中班的黃芳琦 我在不久前得到了 孝心真師的台模獎 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師 張秀文老師 要不是老師的教導 我現在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另外 我也要感謝我的同學 如果他們沒有投給我 我現在也不會站在這裡 雖然我認為自己沒有資格 得到孝心真師獎 但是從今以後 我在家裡會努力 和哥哥姐姐好好相處 也會對家人好一點 在課業上會更努力 積極去決心 虛心接受老師對我的教會 一直保持好榜樣下去 不辜負大家對我的希望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高齊 現在可以發現 所有的孝心真師 凱模都有兩大特點 我是放牛的孩子 我老師講的 你沒有放牛班 你這班都放牛班 我常常急著地告訴老師 我們放牛班 但是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 他從小一直灌絲我們 你如果不是年六千 你就要好好感受 他們就是我們觀念 那就是今天我們要得到的 我們要聽父母 聽老師的話 未來 絕對 在社會上一定有 某部分的收穫 這才是我要推動 校青真師 最大的意義 跟活動之一 我要拜登 下一座 各位同學 各位小朋友 你們要幫我一個忙 我們三人 推動下去 已經大概 相近三百個 你們要幫我一個忙 你們要分享出去 每個班每個同學 大家回去都要分享 你為什麼能拿到這個獎 你拿這個獎 你從你的心得表達出來 要跟同學分享 每個人都分享出去 未來我們社頭鄉 社頭鄉 未來就是彰化縣 甚至台灣 校士 校職最多 尊師最多的學生 我們要把這個種子 把它 花揚光大 我們一點點的 讓它 讓它花得更大 造得更廣 所以我要拜託 在座的學生 各位小朋友 各位老師們 我們大家一起推動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 對這個 校道論理上 有點失言 我是小姐一點能量 但是 能希望大家 啟發大家 能大家一起花大眼 未來 我們 在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祖母 對我們的老師 對我們的兄弟姐妹 要相敬如瓶 孝順父母 聽老師的話 未來光顧一定很棒 知道嗎 知道 今天我會非常感謝 校長 各級初的主任老師們 辛苦一般同學來分享 讓今天的活動 能順利圓埋 祝大家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謝謝 教練 謝謝 School 教練 學生